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 新竹县新浦高级离产寄到了 但比往年提早至少十天问世 爱吃的涛家畜要小心别错过 却想有离大、枝多、又香甜的利多 农民开心评估 民众对是否要下手抢购的犹豫时间 应该会因此缩短 希望大半年看尽老天爷脸色的辛劳 最后友好的收成 新浦镇果树产销班第十六班班长林良勋说 今年一、二月嫁接离岁期间 天气先是暴冷接住又下雨 很多梨农纷纷寄出小雨伞、保温带、棉洗碗等保护梨花 但首当其中的风水梨仍有半数不敌 必须翻刀、影响所致 预估今年的风水梨产量只剩下往年的一半 而前树翻刀的农家后续改嫁接的是俗称蜜雪梨的四千零二十九 这一来以往之间 蜜雪梨的产量预估也将比过去多出一半 林良勋说 天气暴冷对梨岁虽不是好消息 却让梨树获得了充分的修炼 以至于今年的果品比往年要大 单颗重量比往年多上三分之一 卖香真的很不错 特别是品种本来就较大的蜜雪梨 不过也正因天雨少 日照太长了 所以今年各品种的高级梨统统都提早十天 甚至半个月就要采收 新府南平里梨农黄成志拥有近六百颗各式梨树 其中蜜雪梨就占了一百五十颗左右 是它最大宗的一个品种 黄成志说 今年的水梨不仅大 甜度也往上窜 过去甜度最高可以有十四度 今年的平均甜度就有十四度 他还担心甜度果高容易腐烂 得透过管理技术控制不使甜度持续增长 黄成志今天也忙着提早采收蜜雪梨 他的蜜雪梨苛苛如人脸般大 有的甚至胜过小脸蛋的人 实际过棒 有的单科就破了2.5台金 相当惊人 国品小的反而显得比较少 预估光是蜜雪梨 它就将有一万多台金的产量 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学士班学生 郭韶黄等5人 近日也趁着高阶离产季到黄成之处 进行这个农特产业的产销田野调查 一作为他们从事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研究 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在地的特色农业